所以说我现在也觉得我们也得想一想 为什么把这个罗朗请来啊 就是他去过那么多的 二三四五七八线城市 对吧 其实我们现在也要打开那的市场 但是你打开那的市场 你先要了解那的市场 所以你看我有一个数据 为什么我觉得罗朗去过的地方 可能比我们这个中国人 对中国的了解啊还立体 因为呢 现在都讲北上广 你知道北上广的面积 占全中国的面积 百分之零点三三 加上十五个 他们现在叫新一线城市 加上十五个 也就占全中国面积的百分之三 那么在百分之九十七的广袤的土地上 我告诉你有大约三百个地级市 三千个县城 六万个这个乡镇 还有几十万个 不是四万个乡镇 六十六万个村庄 然后人口呢是百分之七十 所以现在的商人 做买卖的人 你要能把买卖做到这个市场 下沉到这个市场 那不得了了 对 对吧 对 就像我有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那个北上广 其实就像是 就像是盆景一样 而且我们都生活在自己 讯息的同温层 你大家朋友圈 每天都是焦虑九九六 但是如果你换一个地方 其实你在县城 它没有这种问题 然后我最近开始看快手了 就是我很喜欢看快手 因为我最近看了一个新闻 就是说快手上面有一个人 他花了三年的时间 造了一个飞机 虽然只是一个飞机的模型 就是一个A320的一个模型 造了三年 就是他把那个整个过程 每天直播 他造飞机的过程 然后你说他会为九九六 这个焦虑吗 他就不会 他在做一个特别有梦想 特别浪漫的事情 所以有的时候觉得 是不是这个文艺工作者 应该把目光啊 和这个好奇心转向现成 好像那比城市生活 更丰富一些 对 但是呢 你跟他们 还是不是在一个状态 现在就是说 叫一线大城市是江湖 二三四五线城市是道场 你说道场什么 就是修行 其实你的生活方式 有点像找体验 有点像修行 所以他们觉得这个 这个很很倒错 就有一个心理学家 马斯洛 那美国人怎么讲 马斯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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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那么他讲的是什么 人呢 先满足了生存 然后再寻求精神的满足 对吗 可是中国现在 有一个什么奇观呢 就是北上广的 这个大城市的年轻人 你看他们下的那个软件 比如滴滴啊 或者什么 都是我的工具 外卖啊 让我节省时间 让我能够更快的 挣到钱 反而他们是在忙着生存 那倒是三四线的呢 他们又这个慢生活啊 他暴露出 就对他来说 他下载快手啊 还有一些那个什么 抖音啊 这特别火啊 就对他来说需要满足的 反倒是时间需要消磨 反倒是这个精神世界的 这个需要填补 需要有娱乐来填补 你看这个东西 他是不是有意思啊 之前人都认为 你要到一个一线城市 这是北上光 这个地方才可以发展 你的职业 北上都钱都花光 基本上是 对 因为这三个城市 我都住过 所以我可以这么说 就是原来是这么一个想法 就是如果你要走到最顶级的一个职业的水平 你必须得去这些地方发展 要么是这样 要么是这样 只有这两个选择 但是现在就是科技方面 就是上我们所谓的软件 就是让原来远方的东西靠近一点 而且你不用去找他 才是可以去找你 都是连接 连通的对吗 我觉得就是看看你要寻找 就是寻找什么样的生活 你追的东西是什么